一群喜爱画画的长者们 在海天佛刹的牵线下 由蔡勒森校长指导他们从事创作 今天这群长者在湖西湘公所展出创作 四十多幅水墨画 展现出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千岁亦有展 顾名思义就是有超过千岁的人 共同联合展出的展览 他们全都是由蔡勒森校长所指导的学员 平均年龄将近70岁的长者们 拿起画笔创作 展现浩学的精神 千岁亦有 我们这些成员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成员 一些妈妈 因为我们的兴趣结合 因为我们热爱水墨、热爱艺术 我们就结合在一起 像一家人一样 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创作 我们今天展出总共有四十三幅作品 大家成员年纪最大的是78岁 我们平均年龄在六十到七十之间 我们平常就是记在一起 互相勉励、互相鼓励 喜欢水墨 去年 几个月而已 他乐趣在哪里 你觉得很难吗 就是画的时候就很 你可以很开心的画 也可以很仔细的画 然后就是在画的中间 老师会指导我们 让我们这一把年纪 六十岁以上的一甲子的年纪 还可以很开心的画 我都能这样 为了这 心情好 那种心态就比较浪费 人家老是不容易 心态也不容易 好 开幕典礼由胡锡乡长 吴振洁主持 包括市长叶竹林等人 也都出席这项盛会 这次名为千岁易游主题展 共展出四十多幅 以澎湖美景为底的作品 每一幅精美的创作 让现场观众都叹为观止 看不出这是高龄长者的创作 开幕典礼上 许多喜爱美术艺文的朋友 也都到场参加 从今天起在湖西公所二楼一两展出 欢迎各位乡亲到场观赏 记者陈荣誉报导